錄製聚集,那什麼叫錄製聚集 就是說你可以把剛剛所做的動作 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按了之後它會自動幫你完成 所以首先的話我們在做錄製之前 請你把開發人員這個標籤打開來 那怎麼打開這個開發人員標籤 第一個的話一樣先到Excel裡面 請你找到上面有個開發人員 你看上面沒有,怎麼辦 請你找到上面有個箭頭 箭頭裡面的話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的話找到自訂功能區 會有一個叫開發人員的這個選項 按確定你的開發人員的頁面就出現了 那你會發現開發人員這時候就出現了 就有了 那你有同學說 老師為什麼Excel不直接把開發人員就直接預設就好了 就已經有了 原因很簡單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需要這個功能 OK 那什麼時候需要打開呢 就是當你即將成為這個開發人員的時候 OK 所以如果你打開它之後的話 那你使用Excel的這個需求就不一樣 因為你就是開發人員 OK 你想說老師我幹嘛成為開發人員 沒辦法 因為現在需要提高工作效率的話 你就需要這個東西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開發人員打開了 OK 第二個的話呢 當你要把你剛剛的所有的滑鼠動作跟鍵盤動作記錄下來的話 那你可以透過什麼 錄製聚集來完成 那你錄下來的這些 這些 這個 這個 這個程式的話 它會放在所謂的聚集裡面 那實際上聚集就是VBA 所以它這一層一層的關係 大概是這樣 OK 那我們怎麼做 首先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 請你先做彩排 什麼叫彩排 彩排就是因為錄製嘛 錄製是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按一下錄製聚集之後 它會把你所有的動作 通通記錄下來 變成程式 所以如果你有做錯誤的動作的話 一樣會記錄下來 OK 那怎麼做彩排 第一 請各位注意 做兩個按鈕嘛 所以第一個按鈕是什麼 請你把游標先點選14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把游標放上去之後打個勾 第二步 第三步的話 快速點兩下 就完成 它就做什麼 把那個公式 幫我輸出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並且向下填滿 OK 按鈕這個是第一個 彩排1 那彩排2的話 就是一樣 游標先放外面 游標放這裡 把它清除掉 清除的話就是 游標放這裡 建議 整個選取 整個選取 建議 你不要用滑鼠選 因為滑鼠選的話 等著你要選很久 而且不精確 我比較建議你 記快速鍵 快速鍵就是 Ctrl Shift 加上向下 Ctrl Shift 向下 OK 然後呢 第二步 第三步的話 按Delete 就是清楚了 OK 三步 1 放這裡 2 Ctrl Shift 向下 3 那如果你 假設彩排完之後 把它復原 Ctrl Z 復原一下 Ctrl Z就復原 那我們就真的要來錄製囉 那錄製兩個按鈕怎麼做 第一步 我們把剛剛的動作 再反覆 1 再開始Record 錄製的話 錄製聚集 那第一個就是我要 輸入那個公式 所以呢 這個聚集的名稱 就是按鈕上面的名稱 我叫什麼 叫串接好了 OK 反正我不知道取什麼 反正你也可以取別的名稱 也OK 好 就是把 後面F到G這三個欄位 串在一起放在這裡 OK 按確定之後就開始錄製囉 那所以 我們就按確定 好 它就開始錄了 1 2 點上面一下打個勾 3的話 向下填滿 好 完成了對不對 請你停止錄製 它就會產生一個聚集 在哪裡呢 在這裡 OK 那第一個完成 第二個的話 再把優標點外面 那我們就要 再錄製一個清除 所以這邊的話 輸入叫清除 那清除的話 一樣按確定之後 就開始 三個動作 1 優標點選 E4儲存格 2 Ctrl Shift向下 3 按下Deleter 停止錄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記得喔 最後一個動作 請你按一下停止錄製 好 那我們做完的動作 其實都已經被記錄在聚集 那怎麼樣 可以把它重新被再執行過 你如果按一下串接 對不對 這邊有個執行 你按一下執行 你會發現出現了 那如果你要按一下清除的話 你就在選舉 聚集裡面的清除 把它執行 它就清除了 OK 應該可以知道 可是問題現在還不太方便 為什麼 如果你要執行它的話 你變成你要到聚集裡面 按那個功能 才有辦法執行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它變成兩個按鈕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第一步 我再把重新被 一開發人員打開來 記得喔 在這邊 二的話呢 先彩排一下 反正呢 你剛剛的公式 建議是不要把它刪掉 你建議 這個公式就保留下來 所以一 油標放在這裡 一是點一下 打個勾 向下填滿 有沒有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油標點這邊 Ctrl Shift 向下 然後把它錄製下來 這樣子就大公告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對 對 понял 對 看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